哈喽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游戏是 Zombie WoW的喪屍之靈 这是一款射击的打喪屍游戏 这次买的是Switch的版本 它是在2012年有推出了手机双平台的版本 这次移植是到了Switch的平台 在日期的eShop是买了244块新台币左右 Switch的内容有做了一些调整 没有课金要素 在现在的iPhone、Apple Stone里面 我是没有找到这款游戏 所以应该就是变成Switch可以玩得到而已 那我自己有几个推荐的理由 首先第一个就是射击的时候真的有个无脑 爽度超高的 玩起来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模拟 把你完全吸引住 第二个是武器非常的多样化 每种打法都不太一样 像是有格林机关枪 手枪、双枪、火焰发射器、步枪、榴弹枪等等 格林机关枪就是射速超级快的 只不过在装子弹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点 手枪、双枪可能威力会稍微弱 所以到后期我自己是不太会使用它 火焰发射器跟榴弹这种类型的 可能打起来就是可以同时打掉一整坨的丧尸 爽度超级超级高 步枪的话像AK47这种造型的 其实在游戏里面也有 不过用起来我是觉得没有格林机关枪 或者是像火焰发射器、榴弹枪这种这么舒服 包括像线弹枪啦 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啦 也都在里面有出现 第三个是难度真的不算高 运气差的时候偶尔缺一下弹药啦 才会是个关键 不然就是真的忘记时间了 那一关没有结束任务 才会突然Game Over出现 第四个呢则是 关卡的长度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那这可能是跟当年设计的 手游发展是有关系的 所以每一关大概就是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玩玩一关 那我们可能在短时间想要打发一下时间 或者是在玩的那个过程 节奏感来讲也会变得更加紧凑 剧情的部分 它是发生在美国洛杉矶 当地是已经被丧尸所占领 然后好莱坞的导演就说 我们就来一边打丧尸一边来拍电影 因为你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电影奇才 当然啦 我们就是要控制这个专门来打丧尸的主角 也是所谓的电影奇才来歼灭这些丧尸群 上司也会随着关卡有不同 跟更强的变种形态出现 包含BOSS等等的也会出现给各位玩家挑战 WALL它的名字其实就是跟好莱坞名称是有关的 因为在后面那个WALL其实是一样的 那也是这款游戏名称的由来 玩法的部分我分成两大区块来跟各位聊 首先是剧情的玩法 那它的剧情模式总共拆成了18大关 每一大关再拆成6小关 关卡组成会有12种 像是打熊取肉做汉堡 还有保护小男孩边吃东西边往中点走 还有抵挡上次的攻击 那这个有两种 一个是熟到时间到就赢了 一个是打到数量到才赢 那还有收集代币的部分 路上会有一些代币可以捡 捡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过关 还有一种是贩卖机内会掉代币 要依照指示到指定的贩卖机旁边 它就会慢慢掉代币给我们捡 再来还有充中点线的啦 还有包含像找钥匙救人质的啦 手蛋糕的 手蛋糕这个有点像是类似手塔的游戏 玩起来还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像打消防栓的 百炸药的 Boss关的 那Boss关的话也会搭配一些其他的玩法 打完之后才会再出现Boss 所以整个玩法来说 它就是以这12种做一种交错轮流的方式 每关玩起来啦 因为会出现不同的怪物不同的丧失 所以呢越打难度也是会越高 那有些关卡真的是爽度超高的 因为过关速度快 丧失出来的那个数量也非常多 所以玩起来真的会非常舒服 通关时间大概在10个小时内就可以了 不过这是单纯没关只有过关而已 要全要素都拿到 或者是把等级电到30拿到最强5技 估计应该是要2倍以上的时间 每一个小关都会有5个要素可以挑战 全部拿到呢就可以拿到限定服装道具 主要5个要素呢会比较难 是因为它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指定装备 穿上去之后过那个关卡 才可以拿到那个限定的挑战 那有些装备呢 它可能又是要先去过别关的挑战才可以 所以这些时间就会需要花上比较多 去慢慢解一招顺序解 才有办法拿这些全要素过关的挑战 因为想游戏呢 只有武器跟辅助装备 服装的话是没有差的 那武器就是升到一定的等级之后呢 就会有指定的武器可以买 包含辅助的装备等等 也都是可以买或者是可以去抽 辅助装备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有一些时间变慢啊 或者是有不同的武器可以拿出来使用 那这个都会让你整个打起来节奏 或者是在很紧急的紧要关头 拿出来使用是可以让你挽救颓势的 不过辅助装备的部分呢 倒是有一些需要使用抽奖机来抽 等等会再讲一下抽奖机到底是什么 不用客机啦不用客机各位不用紧张 会卡关啦大多就是弹药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威力真的不足 最后一个就是打到忘我 因为有时候关卡真的是丧失非常的多 一直打呢就会忘记时间的存在 大部分啊关卡都会有指定的时间 需要完成任务喔 才办法过关 假设时间到了还没有完成的话 就会变成Game Over游戏结束 那另外一个玩法的话是生存模式啦 这个模式可以两个人玩 非常刺激 单面的Joycon就可以拿来控制了 分成移动射击跟战利品射击的两种模式 总共会有四张地图可以玩 可以合作挑战最高分跟杀丧丝的数量 移动射击呢就是选一把武器 敌人呢会一波一波的出现 一路打一边补弹药 一定要记得喔 因为越后期打起来 那个怪物的数量越多 血也越来越多 所以要选的武器啊一定要选稍微强一点的 两个呢武器可能可以互相做一个搭配 普弹药也是一个重点 绝对不能拿来随便乱射 因为弹药真的是非常有限 万一用完之后呢 他就会换上一把无限弹药的小枪 这个小枪啊 无威力真的实在是差太多了 尤其是打后期的 他根本就会变成毫无用武之地 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弹药的部分 战利品射击呢 则是没有子弹可以吃 一边打会一边在掉随机武器 就是要一路换武器一路打下去 刺激感是蛮不错的 而且因为你会一直换武器 换到的武器呢 你是看不到他会吃起来是什么武器 所以每一次就像是碰每一个运气一样 拿起来的武器啊有一些很好用 有一些就不是那么的实用 当下在打的时候呢 就会让你打起来啊有更大的挑战 整个刺激程度我真的觉得非常不错 而且两人的走位啊会有点考验 像是有时候一个人引怪 另外一个人呢就要在旁边跟上捕刀 有一些武器呢可以用大范围的攻击 有一些武器呢可能可以用一些 射速比较高的攻击 两个人啊走远一点整个画面会拉宽 然后靠近的话就会再变窄 这个视角设计还不错 比较不会说互相拉到 而且一下下就拉到整个画面 当然丧失太多的话 依照switch目前的调性啊 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累 最后就是装备啊跟抽奖机这部分啊 我们还是来聊一下 就是换衣服只影响到外观 换武器跟带辅助道具啊才是重点 武器可以买也可以升级 总共可以升到三星 一次啊就是付钱升半星 然后会增加威力 每一次再升呢 那个增加的威力都是小幅成长 不过越买它会需要越多的钱 所以你要升到三星的武器啦 其实也是需要花一点心血 花一点钱去做 那抽奖机的话则是要花钱去玩拉宝 它有写中奖机率 但我觉得要拿到真的很好的啊 中奖机率0.几%也是有一点小 那它还是可以拿到一些钱 或者是拿到一些特别的道具等等 所以啊抽奖机如果之后赚了蛮多钱的 也可以稍微去玩一下这个拉宝 好好的碰一下自己的运气 外观的话则是还好啦 我是觉得不太影响到当下在玩的感觉 因为你就是看到上司喔 要边看边闪嘛 然后边打 它整个在reload的部分也是自动的 如果主武器没有子弹了 它也会自动帮你切小枪 整个算是非常简单 就是可以专注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也是这款游戏啦 一个增加刺激程度喔 跟紧凑感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当然我也有遇到了一些小小的bug 就是我在破关之后啊 本来有想说把他等级喔 刷到30以上去买那把威力超强的武器 结果呢其中有一次碰到两只boss 也是最后一关的关卡啦 boss都已经打完了喔 游戏却没有结束 所以那一关啦最后就是没有拿到钱 因为我变成是game over的状态 当然这是一个小小bug 不过也是我在通关之后呢 刷了超级多场 才碰到的一些小问题 应该来说啦 是不太影响这款游戏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我是觉得244块喔 真的是还蛮舒服的 不管是大人 小朋友 新手 玩起来的都可以体验到它的爽度 而且那种爽度啊 真的是蛮迷人的 尤其是一大群上市冲过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武器 又可以同时爆破一整群 真的是太赞了啊 好啦那今天影片喔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赞 並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